你說名嘴LOW 那如果按照你這個標準 韓國瑜更LOW 他在政見發表會的時候 他去扯羅智正幹什麼 他去扯那個不相關的 不用選舉的 連立委都沒有在選的人幹什麼 他去計較蘇珊昌加丟了多少錢 他去計較陳明文那三百萬 那他也LOW了嗎 如果按照這個標準 第二個 韓國瑜跟王小姐 他們認識的時候 是在北農總經理的時候 趙東舟是易中堪寫 趙東舟去了幾次 如果查北農案 蔡重案已經癥結了 還有一個獎金案 裡面有一部分 如果連李嘉芬出國 到底是自費公費 都要查的話 我賤請 查的時候把韓國瑜做一個總經理 在團進團出裡面 多帶一個王小姐 我請問這個錢 誰出的 要到市議會 也要接受備詢 接受質詢的韓國瑜 當時的北農總經理 他帶王小姐出國 請問用的是公費還是自費 這裡面有沒有一些公共利益在 我覺得這個要說清楚 那去年的時候選一個高雄市長 韓家人高度標榜家庭價值 最後在選情之夜的時候 韓冰非常巧妙設計 李嘉芬就是不讓韓國瑜知道 寫了一封信給他 最後在大一幕放出來 那是選民 你正面在呈現你的家庭價值 如果這次你選總統 角度的位置是更高的時候 大家同樣的 像美國選舉的時候 你說韓國瑜像川普 那我請教 美國選舉的時候 川普有沒有過去曾經信搜 擾過誰 曾經有跟哪一些 跳出來六個女子 美國媒體要不要探討 美國媒體照樣探討 你可以打別人的八卦 你可以在裡面 口莫在那麼大的一個 這個證件會或是電視辯論會 你可以攻擊別人 你可以用私德去檢驗別人 那別人不能檢驗你嗎 我覺得大家用同一堂的標準 但是如果這個韓國瑜 他坦坦蕩蕩 你是解鈴還是細鈴人 如果你是細鈴人 解鈴是需要你嗎 是是是 對不對 況且這裡面 你看一週刊手上還有什麼東西 下禮拜三會不會 我告訴你 你不去檢驗 你不去追 你怎麼會過濾訊息呢 譬如說韓國瑜在選高雄市市長之前 就是他黨主席戰敗之後 李嘉芬不准他再選 他們曾經 我只能講到這個限度 他們兩夫妻曾經共同有 生涯規劃 就完全遠離台灣的政治圈了 他們有生涯規劃 是韓國瑜的幕僚 就是當時候韓國瑜已經拱得差不多的是要選高雄市市長 如果他們還有其他的規劃的話 後來幾個幕僚商量說叫他不能這樣 他後來才把這個生涯規劃撤掉 才撤掉 所以每一部檢視這個東西要證據 對不對 或者是說 又同坐到這裡 很早就在傳聞 就今天媒體也在爆發的 就是有一個五百萬的疑問 我跟你講 就像我過去挖掘這個 或是引爆張善政有沒有拿郭台銘的錢 他自己說 不是你講的五百萬是三百萬 同樣的一直有一個訊息是說 那個韓國瑜選高雄市市長 他所謂要所謂的開辦費 其實就去登記就是要五百萬 當時楊秋新的說法是說 李嘉芬說 那這個也要我們出 所謂的高雄市市長登記的 所謂的開辦費 這是一直有傳言是五百萬 訊息是 也是韓國瑜身邊人 他們說是這個 黃文才去找了吳玉生 你知道吳玉生 他在王小姐事件要爆發之前 他曾經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 吳玉生跟韓國瑜才是有交情的 可是在很多 我說好 我就來不及講了 吳玉生還叫他要小心處理 小心處理什麼 王小姐事件 所以吳玉生也知道 因為吳玉生說 我以我過去的經驗 他說有時候 這些事情要小心處理 吳玉生那個Rebecca事件 就是孫小姐事件 他說他還建議這個韓正寅 我不敢說是直接跟韓國瑜講 沒有這個場景 我沒有取得這樣的場景 這跟韓正寅講說 要小心處理 我就是一個例子 剛剛秦議員所講的 都失領域 但是你知道 王小姐的事情的確 綠營已經在回房了 你知道嗎 回房什麼 如果打打打打的話 如果李嘉芬最後一天出來哭呢 會不會有同情 同情票 會不會有同情票 如果李嘉芬他的這個 後來決定合體 不說站上去 哇 很可憐 大家已經顧不到王小姐了啦 對 只是說 就像這個剛剛佑童講的 你做一個男人 你的危機處理 是不是處理這麼糟糕啊 如果按照剛剛佑童分析是 大家在宣示主權 王小姐說 我有我的存在 因為你一通電話 都沒有打給我 然後 他老婆好不容易回來 現身了 瘦了 消瘦了 整個人 四公斤 然後 他感覺六百萬 這個事情 他好像吞了 他才會那樣子 表態 後面他講了一大堆 那個說法 我判斷 可能是韓國瑜 跟他解釋 兩夫妻不是有什麼 理性溝通嗎 什麼的 可是你現在要爆出一個 出國五六次 你知道嗎 我也同意 剛剛佑童講的 你借錢投資 對不對 你也虧了 對不對 你借錢就還錢 你早不還 晚不還 王小姐剛好買房子 你就六百萬進去 你還把你股票解掉 對 所以 所以就這些事情 就是 縱使你現在離大選 只有十天 但你不覺得很八卦嗎